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微的频道。 Mate Journey是一个简单好用的人工智能文本转图像工具。 我们只需输入一段命令,机器人就会按照要求生成高质量图像。 不过,Mate Journey的免费账号对使用次数有一定的限制。 试用期过后,如需继续使用,则需要升级乘付费用户。 如果你想深度体验人工智能绘图功能,又不想花钱,就可以使用免费的工具。 例如Blue Willow。 和Mate Journey一样,Blue Willow同样搭载在Discord上,并提供了Beta版本。 点击右上角的Join Beta按钮,进入Discord。 选择任意一个频道,我们就可以开始绘图了。 使用过Mate Journey的同学可以看出,Blue Willow的操作界面和Mate Journey非常类似。 在下方输入文本描述后,机器人就会生成一组图像。 点击下方U1到U4,可以选择放大生成的图像。 V1到V4,则可以选择重新生成图像。 现在,我们输入一段命令,Max sees spaceship land in his backyard,并看一下生成的效果。 选择放大U1,我们可以看到,图像的色彩、精细度都是非常到位的。 登录到Mate Journey,输入同样的命令,然后对比两组图像。 由于本段文字的完整描述,是马克思看到了一个飞行器停到了自己家的后院。 Blue Willow尽管给出了外星飞船的图像,却忽略了对后院、马克思词条的理解。 而Mate Journey准确理解了我的意图,在图像中还原了最适合的场景。 其中包括小男孩马克思、后院,以及来自外星球的飞行器。 因此,Blue Willow对Prompt命令的理解能力还有待提升。 现在,我们尝试一下长文本描述,并添加特定的艺术家、详细的人物描写。 和Mate Journey对比后,我们可以看到,在V4模型的加持下,Mate Journey显然更能理解描述文字,并可以参照艺术家的风格,完成图像的创作。 从以上两组对比可以看出,尽管Blue Willow可以生成高质量的图像,却无法准确理解作者的意图。 Blue Willow尽管有不足之处,其优点是免费,操作简单,可以让没有接触过AI制图的人们进行无限次的尝试。 不过,如果你想绘制更专业的图像,我建议大家使用Mate Journey。 2. Lexica Art Lexica是一个大型AI图像搜索引擎,用户可以用简单的方法创作高质量图像。 Lexica的主要作用是搜索引擎,如果你想搜索宇航员的图像,就可以搜索Astronaut关键字。 然后,你就可以从结果中选择任意喜欢的图像,点击右键,保存到电脑上即可。 该模式类似于Google的图像搜索功能。 在图像质量和创新度方面,搜索引擎都远高于Google等传统搜索引擎。 因此,在不久的将来,AI图像搜索引擎也会占据传统搜索引擎的大部分市场份额。 除了搜索功能,你还可以在Lexica搜集Prompt指令,获得创作灵感。 选择任意一张图像,左侧会显示该图像的各项指令。 点击Copy Prompt,就能拷贝图像指令。 点击Open in Editor,就可以在这张图的基础上创作。 因此,Lexica不但是一个搜索引擎,还拥有自己的制图模型Aperture VR,可输出高清图像。 在我看来,Lexica在处理光线、色彩方面,甚至可以超过Made Journey V4模型。 例如,我们可以输入一段描述文字。 从对比图中,我们可以看出,Lexica生成的图像具备更为丰富的色彩、光线。 人物皮肤也更加真实。 因此,如果你想免费制作高清图像,Lexica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3. Instant Art 除了Lexica,Instant Art也是一个不错的AI图像搜索引擎。 进入Instant Art.io,我们可以看到,该网站的布局和Lexica非常相似,图像质量也很高。 Instant Art的使用方法非常简单,你既可以搜索图像、下载图像,还可以引用图像的命令,作为创作灵感使用。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了几个免费的AI制图平台,以及图像搜索引擎。 尽管还没有对应的版权法规出台,在AI图像使用权限和版权方面,大家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Mid Journey的版权 根据条款显示,Mid Journey付费用户可以商业化使用自己的作品。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升级用户,就可以在ETSY出售自己的设计。 或者在POD按需打印平台出售自己的设计,并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印刷到服装、马克杯、手机壳等商品上。 2.如何正确使用AI图像搜索引擎 在版权管理方面,AI图像搜索引擎和传统的搜索引擎基本一致。 你可以下载任意的图像到电脑上,并可以用在博客、视频、文档中。 不过,如果未经作者授权,我们不能商业化使用非原创作品。 总之,人工智能绘图工具不但可以帮助普通人创作专业的图像,还会改变传统的图像搜索模式。 同时,我们也应该抓住AI带来的赚钱机会,创作优秀的作品,并通过各种形式变现。 我会在近期为大家讲解具体的操作流程,欢迎大家关注。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转发本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或者联系小微。 欢迎大家收看本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